就是他要來告訴我們說這個全台唯一的僅存的聯請眷村是怎麼樣 在黑箱的審議過程中就是沒有辦法獲得完整的保留 好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個我們是加爾新村代表的好青島工作室 這個案子呢 跟剛剛提到那個蜜蜜蜜一樣 就是在好民生內的文化局長有回公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聽提報文化局完了 然後當時呢 劉維中透過媒體想要說他來看過我們村子 他覺得文化局很有保存的價值 但是能不能保存 要由文字會來決定 然後後來呢 在十月份的時候 教課了第一次文字的審議會 然後當時文字審議會的時候呢 文字委員的理由 文字委員說因為當時很多寶子還不能進去裡面會看 所以因為這樣的理由呢 他有了一個工作委員 就是說要把這次去加一管 後來我們柯文的市長上任了 原本我們民間文字團體對柯文的市長相當的期待 因為柯文的市長他上任之前呢 他競選的時候他就說 他覺得過去我們台北市的文化局長保存做得不夠好 他期許他上任之後 他要做一個文化歷史的文化市長 然後尼崇華先生呢 我們看到他也在上任前就講過 他說舊的東西去了就沒有 但那是歷史跟文化的根基 要重現不可能 應該盡量把房子留下來 讓下一段做起會 其實他要在去年的十二月 剛上任的時候講過的話 結果他其實他在我們家的行政案子 他到底做了什麼 在三月份的時候 我們這個案子重新重啟了會看 結果當時呢 文字委員 當時呢 文字委員 是由文化局的副局長李立珠來召開的 結果他們不但沒有一朝當初 暫緩神醫的理由 把全區的房子全部進去裡面看過一遍 甚至李立珠在當場 我們民間團體想要跟文字委員 就直接說明 為什麼我們認為他有全區保存的價值 結果文化局副局長 他很荒謬的 柯文的市長說他要做一個公開透明 要傾聽秘义的市長 結果他的文化局副局長李立珠 竟然在現場喝止我們說 叫我們閉嘴 我們叫我們不准跟文字委員講話 所以多麼荒謬的事情 甚至後來一個荒謬的事情是 在這個文字會看之後 過半個月 四月九號 我們後來發現說 文化局他們竟然偷偷的在文字大會召開前 他們就開了一個黑箱的 一個所謂的佳和新村的會選會 更誇張的是 在這個會選會召開的隔天 四月十號 我們就發現 國防部就把佳和新村的參數工程案決標了 結果 決標最後半個月 他們才召開大會審議 說只要我們村主的兩棟建築 指定文歷史建築 文化局很懷疑說 為什麼文化局 他竟然可以在四月九號 開了一個莫名其妙的會 隔天就讓國防部就把這個 拆除工程就這樣決標了 是不是他們在那個會議中 他們跟文化局就已經達成協議橋好了 就說我們就只留兩棟 其他你們就可以拆 所以我們要問李崇華局長 請問你還記不記得 你當初十二月三月就能講過的話 你說你要當一個捍衛文化局長 捍衛古蹟的一個局長 請問你的局長在哪裡 另外另外一件事情是 他在去年差不多之前 他講過說 因為當時很多文化界的人 是覺得李崇華是一個不正能化局長 他們很多人就有這樣的影子就提出來 所以當時呢 李崇華就跟我們民間的文字團體說 他如果確定接任之後呢 他會虛心的向我們學習 他馬上邀請文字團體跟媒體 公開到所有的文字正義現場 把一體看過一次 結果很遺憾的是喔 李崇華相關以來 趙薛教已經半年了 他從來根本就沒有落實他這個助求 他根本就是一個欺騙人的一個騙子的局長 我今天其實很生氣 我真的很想把這個 他這個 這樣子把它食爛喔 但是我們今天的思求就是說 我們希望李崇華 我們希望他可以回頭食爛 我們希望他可以回想 他半年前講過的這些 這些承諾 這些理想 我們不希望他就這樣被擋不掉 我希望我們給他一個補考的機會 希望李崇華可以公平視聰 也希望柯文哲可以好好監督他的局長 不要讓他的所謂的文化歷史 所謂的公開公平的理想 全部都融為是空談 都是一個越來越選票的工具 謝謝大家 那我們接下來想要去另外一個團體 就是普拉桃 在我們萬華普拉桃的朋友 想說到這Maxislia 魔法